在厕所里面 大家会看到 它用那个玻璃板夹着 许多生活里面的物件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三浦光一郎他就希望说 把生活中间美丽的物件 跟身体相当亲密结合的一个地方 做一个结合 所以所有作品都会跟旅行 或是时空或是飞行有关 那这个也不例外 就是这些机器怪兽啊 从外星球来到地球 然后跑来南港捷运站这边 觉得这边很棒 他决定要住在这边 然后住在这边当南港捷运站的守护天使 所以这些机器人就在这边住下来了 旅行啊就是一个点对点的移动 那作品叫端点 也是一个点对点移动的概念 那它就是利用这个 我们坐捷运或坐火车 从A点移动到B点的概念 来创作这个作品 那么这一件作品非常的特别 它从这个指纹 一枚指纹去把它立体化 立体的造型化 为什么是指纹 因为指纹通常是一个人的身份的印记 是一个符号 严明宏老师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他也是用这个指纹来做这个地方的一个身份的印记 透过这样的一个导览 可以让实际的像执行的单位或者是艺术家 能够跟民众做一个互动跟接触 用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 能够让参与的民众了解到 整个公共艺术它设置的一个理念也好 以及公共艺术对于我们生活 还有对于环境的影响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什么叫做机动艺术呢 机动艺术有一种是利用风 利用自然动能的 让这个作品能够转动 像松本勋这件作品就是 它利用松山在这个广场上面 可能产生的风切 作为它作品在转动上面的一个动能 这是一个梦想跟想象的火车 它可以带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这个就呼应松山的车站 然后我们在这个火车的周围 一样看到一圈什么 科技树 它也是不锈钢 然后它上面有类似花或云朵的造型 它同时就反射了天空的颜色 也反射了地面草皮的颜色 然后把这个火车站包围起来 因为河流水会孕育很多的文化跟生机 那台北呢大台北地区就是主要两条河 一条叫淡水河一条叫基隆河 这一件作品就是呼应这个松山区的基隆河道的概念 这记得构想叫淡水一方 稍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